面对俄乌战局升级 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断供的局势之下 欧洲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持续的飞涨 那德国政府呢 星期四就宣布 向经济稳定基金注资2000亿欧元 相等于是9110亿令吉 为企业和消费者减轻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涨价的压力 德国总理孝尔茨星期四宣布 赤资2000亿欧元的补贴计划 这是今年爆发通膨和能源危机以来 欧洲国家出台的最大规模的补助 俄罗斯形容这是双响炮 除了减轻民众和企业负担 也让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士 能够负担得起天然气和电供账单 根据德国多家经济研究机构 新思发布的联合预测 德国明年将陷入衰退 国内生产总值收缩0.4% 火灭0.4% 重新闻 好 比达 预算 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